新洋漫画 要论谁是二战太平洋战争中的舰队小克星 那非南云中一莫属 作为日军主力航母编队的总指挥 南云中一在二战中的标签是 极富争议 特别拧巴 他是日本海军精心栽培挑选的主将 曾率日军偷袭珍珠港 重创美军太平洋舰队 一时封头无二 可日军还没得意两天 南云就人设崩塌 在中途岛刮岛接连遭到致命打击 玩费了日军六艘航空母舰 损失舰载机约350架 和几乎全部精锐飞行员 间接助攻了太平洋上的反法西斯战争 堪称海军界的不定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其实山本56也承认 南云不适合出任航母编队的指挥官 既然知道他不合适 南云中医又是怎样当上航母编队总指挥的呢 又是什么导致了他前后反转的战场表现呢 这回咱就来盘一盘这场赢出来的败局 德军大将冯哈默斯坦因男爵是名将曼斯坦因的老上级 他曾有过一番高论 他把部下划分为四种 第一种是既聪明又勤快的 第二种是只聪明不勤快的 第三种是不聪明也不勤快的 第四种是不聪明却很勤快的 作为一名领导者该如何对待这四种部下呢 哈默斯坦因认为把最重要最艰巨的任务交给第一种人 他们肯定能既快又好的完成任务 用奖励刺激 用惩罚约束第二种人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把那些繁琐细碎的工作交给第三种人 既能发挥他们的作用 又能避免不必要的问题 最不能信任的是第四种人 因为这种人愚蠢却很勤快 一旦掌握权力 就会把他们的愚蠢无限放大 其危害也是无法估量的 1941年 山本56就遇上了这种挑选部下的问题 日军密谋对美开战 偷袭珍珠港 为此组建了第一航空舰队 下辖赤城加贺苍龙飞龙 翔赫瑞赫六艘主力航母 日军挑战实力雄厚的美军 把千斤赌本都压在这一机上 必须找个得力的人做舰队总指挥 找谁合适呢 山本手上有几个选项 比如山口多文 此人是航母战专家 一肚子心眼 算是四种下属里的第一种 但是山本担心他资历太浅 难以服众 只让他做一艘航母的舰长 再比如小泽智三郎 此人够资历 也懂航母战 但是性格不太稳定 容易一着急就上头 算是第二种下属 山本担心他发挥失常 让他靠着站了 山本五十六就像老太太挑女婿一样 各种条件都不肯放松 各方面都要综合考量 挑来挑去 他乡中了海军中将南云中医 南云中医是日本海军里的老资格 历任鱼雷战队司令 海军大学校长 号称东洋鱼雷战术第一人 日军给他的评价是能力出众 极为可靠 据说他熟悉当时世界上所有航海图 并能烂熟于胸 可以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 指挥舰船航行到指定目标 南云性格谨慎小心 工作多年没出过岔头 山本认为 指挥偷袭珍珠港这种刺激的任务 必须找个稳重老城 自立雄厚的人才能站得住场面 尽管南云从未指挥过大规模航母编队 山本五十六还是将第一航空舰队的指挥棒 交到南云中医手中 然而几个月后 山本就将为这个决定后悔的直作牙花子 古人把人才比作利器 其实特别有深意 对于操盘手来说 是要把对的人用在对的地方 对于局中人来说 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用武之地 用对了地方 游刃有余 一通百通 用不对地方 哪都独得慌 就拿南云中医来说 他谨慎有余 眼光和胆识不足 从他的过往来看 他在海军业务层面是优秀的 因此他才一路高升 而让他独立指挥 掌控大战局 却超出了他的能力范畴 若是让南云中医做议员副将 指挥鱼雷舰队给航母护航 或是当参谋 制定详细作战计划 他就是四种人中的第一种 他能干得滴水不漏 年年凭先进 可要是把他放在主帅的位置 要他临场决断 把握战机 他就成了第四种人 就好比没上游的自行车 难免关键时刻掉链子 接下来太平洋上的几场恶战 生动的印证了这番道理 一开始 南云中医还是很自信的 为了保证隐秘性 日军航母编队在无线电静默的情况下 绕行6300多公里 画了个大湖线 穿过人际罕至风急浪高的太平洋 北方航线扑向珍珠港 参谋们纷纷担心是否能按计划到达 南云中医派兄姆表示 航海的事安心席路 只要你们飞机能飞得起来 扔得下炸弹 炸得掉弥国船 我南云地 肯定能带你们到指定的地方西马斯 如他所说 1941年12月7日凌晨 日军偷袭舰队顺利到达珍珠港 并发起进攻 珍珠港还在睡懒觉 那真是撅着屁股挨揍 日军派出两波机群 仅用90多分钟 就击沉机重创美舰15艘 战机340架 共造成3600多人伤亡 美军太平洋舰队奄奄一息 眼舰偷袭如此顺利 山口多文建议 机会难得 应当扩大战国 派出第三波机群 摧毁珍珠港的油库船屋 彻底瘫痪他的军港职能 正当日军飞行员摩拳擦掌 准备再干一场时 南云中医却明金收兵了 南云的理由是 日军前两波飞机是提前准备好的 若要发起第三波攻击 就必须收回飞机后重新挂炸弹 将耗费更长时间 目前日军仅损失了29架飞机 无一艘战舰受损 万一在这段时间内遭到美军反击 伤到一两艘战舰 这责任谁能担得起 还是见好就收吧 于是日军脚底抹油 全体撤退 可事实确实 珍珠港别说反击 它每一天内都没能回过神来 甚至把三架美军飞机当成日记击落 后来美军后怕的总结道 若是日军真的炸毁油库 美军将不得不放弃珍珠港 后退4000多公里 撤回美国本土的圣迭戈军港 把整个太平洋拱手让给日军 美军的战略反攻也会推迟一到两年 南云打了就撤 不但给美军送去了征兵参战的油头 还保住了美军迅速扭转战局的可能 山本56对南云的格局失望至极 他点评南云如入室小贼 去时自信满满 愁愁满志 一旦得手就心惊胆战狼狈逃窜 对日军来说 偷袭珍珠港仍是一场大胜 日军上下谈官相庆 南云终以名声大噪 再说换将已经不可能了 1942年6月 日军发起中途岛战役 南云再次挂帅出征 率领赤城加贺苍龙飞龙 四艘主力航母攻略中途岛 不过这一次情况有变 美军破译了日军密码 提前获知了日军的作战计划 以布好阵法准备迎敌 日军却不宜有他 还在喜滋滋地执行他们的妙计 日军的计划是围点打员 南云先派出第一波机群 用炸弹轰炸中途岛 引诱美军航母编队前来救援 第二批飞机则挂好鱼雷 在机库甲板待命 美军航母一出现就立刻出击 将其翼网打尽 待消灭美军航母后再顺手占领中途岛 那真是秦始皇驮着秦二世 迎上加营 可让南云没想到的是 战局没按日军的剧本走 美军航母左等也不来 右等也不来 有人向南云提 看来美军是怕了 不敢派航母来救援 既然如此 不如改变计划 让第二批飞机去轰炸中途岛 把中途岛躲下来也是好的 这叫小秦始皇照镜子 照样影 南云耳根子一软 就下令换弹 给第二批飞机换上对地攻击的炸弹 日军好一通忙活 突然 日军侦察机发来重磅消息 发现美军航母编队 当时的航母对战 有点像回合制游戏 谁能先发现对方航母 先发起进攻 谁就能占据优势 因此山口多文建议 第二批飞机立即起飞 哪怕他们装的是对地炸弹 也要立刻向美舰发起进攻 但也有人表示忧虑 用对地炸弹攻击军舰效果不好 第二批飞机也缺少战斗机护航 贸然去进攻 会损失更多飞机 美军不按剧本出牌 已经让南云有点水土不服 这一下突然闪现 南云更加乱套 面对两种建议 南云觉得哪边都有道理 哪边都下不了决心 纠结得满头大汗 最终南云决定求稳 让第二批飞机再次换弹 从炸弹换回鱼雷 同时回收从中途岛归来的第一批飞机 等全都整编好之后 再去进攻美军航母 然而战场不等人 美军机群接二连三前来袭扰 虽然无一命中 却一再打乱日军的整编过程 日军第二波机群迟迟无法起飞 本来日军才是主动进攻的一方 在南云的操作下却疲于应付 极为被动 正当日军手忙脚乱之时 50架美军俯冲轰炸机从高空出现 审判的时刻到了 讽刺的是 这批美军轰炸机并没有战斗机护航 而日军护航战斗机都在低空混战 已来不及阻拦 美军轰炸机从容瞄准投弹 以口气摧毁三艘日军航母 日军瞬间崩盘 不久 第四艘航母也被美军摧毁 南云逃到一艘巡洋舰上保住一命 山口多文则与舰同尘 日军参战的四艘主力航母 和248架舰载机全部报销 从此元气大伤 太平洋战局一举扭转 南云中一通过偷袭珍珠港 为日军建立了战略优势 又在中途岛海战中 亲手将这一优势葬送 1942年10月 刮岛战役爆发 南云中一指挥三艘航母参战 日军高层的意思是 让他将功补过 给他一个报仇血恨的机会 然而南云再遭打击 他手下的两艘航母遭到美军重创 为了保住航母 南云急忙将指挥权交给副将 矫天绝志 自己则带着受创航母撤出战场 本来南云保健也算有功 可谁知矫天绝志在接过指挥权后 奋力击沉了美军大黄蜂号航母 击退企业号航母 把南云的面子卷得一点不剩 都说货比货得扔 此战过后 日军高层一脚踢开南云中一 剥夺了他的舰队指挥权 1944年6月 南云中一被发配到塞班岛 负责协助岛上防务 但日军高层没给他分配任何军舰 南云俨然成了陆军指挥官 南云也明白 他不会活着走出塞班岛了 在人生最后的时光里 南云常在喝多之后 鬼哭狼嚎的唱他改编的小曲 还总要把珍珠港加到歌词里 也不知是念念不忘 还是耿耿于怀 在美军的强大攻势之下 日军无力招架 塞班岛成为弃子 手倒日军又玩起传统异能 发动玉碎冲锋 全军覆灭 绝望的南云中一选择自我了断 在二战的角落里 留下了一个尴尬的身影 我是新阳 感谢您的点赞关注支持 高手笔记系列 咱下期视频接着聊